约翰福音第二章 与你有什么相干,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 他母亲对佣人说, 他告诉你们什么,你们就做什么。 照犹太人捷径的规矩,有六口十缸摆在那里,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。 耶稣对佣人说, 把缸倒满了水,他们就到满了直到缸口。 耶稣又说, 现在可以咬出来送给管颜席的, 他们就送了去。 管颜席的尝了那水便的酒,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,只有咬水的用人知道。 管颜席的便叫新郎来,对他说, 人都是先摆上好酒,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, 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。 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,是在加利利的加拿行的,显出他的荣耀来,他的门徒就信他了。 这是以后,耶稣与他的母亲弟兄和门徒都下加摆农去,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。 犹太人的余月节进了,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,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,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。 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,把牛羊都赶出店去,到处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,推翻他们的桌子,又对卖鸽子的说,把这些东西拿去,不要将我付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。 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者说,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。 因此犹太人问他说,你既做这些事,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? 耶稣回答说,你们拆毁这店,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。 犹太人便说,这店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,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? 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电,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,门徒就想起,他说过这话,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。 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,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,就信了他的名。 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,因为他知道万人,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,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。 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,也用不着谁见证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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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